桃树冬季修剑当中疏除 你们是不是以为除了结果枝以外 全部疏除了 这就大错特错了 有没有这样做的 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好 我是红九 今年借个虫比较多 建议大家用石榴合计清圆 趁现在物流畅通 大家赶快备货 咱们今年准备的石榴合计 是无沉淀的 29到30波米度 南方喷3波米度的情况下 一桶石榴合计是50斤 怼上300斤水 使用量是350斤 北方喷5波米度 50斤桶装的石榴合计 怼水是250斤 使用量是300斤 桃苗现在已经起苗了 订苗的大哥朋友 还有打算种苗的大哥朋友 也记得来联系我 咱们趁现在物流畅通 把该备的货 咱们背到手 熬树落叶后第一项工作 并不是修剪 而是涂干 对于南方流胶比较严重 还有北方怕受到冻害的一些树呢 咱们还是需要给它进行一下涂干的 涂干剂 咱们也开始发货了 所以也需要涂干剂 需要石榴合计 还桃苗的 记得联系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期 就是输除 好多朋友认为 桃树修剪的就是 我除结果枝以外的枝条 全部输除了 桃树的生长 过了三年的枝条 你们去看 上面基本上没有眼牙 你但凡输除了 这个地方它就不会再出牙子 并不是一味的在结果枝上 单种延伸在结果枝上培养 预备结果枝吗 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咱们推出 六牙还掌修剪法呢 留下的这六个牙子 其实就是预备结果枝 好多朋友 我看到修剪方法 就是没有留出预备结果枝 一味的在结果枝上 也就是现在的结果母枝上 造出来的几个枝条 作为夏年的结果枝 树呢会越来越弱 也就是这个输除 并不是除了结果枝以外 全部输除 咱们要想这个树 成林封产 结果必定有一定的枝量 古话说的 远看一排排 近看小枝绕囊囊 那小枝在哪呢 需要培养的 所以你要一味的 只留下了结果枝 把那些背上枝 还有一家朋友 就是背上枝 背下枝全部输除了 只有两侧枝 这不是一道切的事 所以千万不要那样剪 桃树的生长 前几年 它是比较中央健壮的 可萌发枝条是比较多的 真正到了十年以后的树 其实就是留了背上枝 来培养枝组 进行结果 因为树呢 它都比较上墙 在某个枝上 某个点上 甚至于顶端 它都是上墙的 你们去看吧 桃树的枝条 大多数 如果没有影响的情况下 它都是往上涨 任何树都是往上涨 所以往上涨呢 是提起它的生长式 对于一些老树来说 咱们需要 把那个树式提起来 首先你要留一些 能提树的枝条 能提树的一些位置 背上枝 不是以位的全部输除 桃树在结果的时候 有时候一结果 它这个干性的就下垂 骨干 延长枝的顶端 如果已经处于下垂了 咱们一定要提起它的生长式 就不要再把背上这个枝 给它输除了 咱们重新引头 把上面这个留起来 把下面那个剪了 当然它周边的一些强往枝 是需要输除的 看前边这个骨干枝也是 一结果以后呢 它下垂得比较厉害 离地呢 大概也就一米多 这样严重影响了 中下部的通风投光 咱们需要把那个头呢 给它抬起来 不要再一米的把它往下压了 需要抬头的时候 还是需要抬头呢 另外呢 在这个骨干枝比例 不协调的情况下 哪个枝细 哪个骨干枝小 咱们需要在顶端 留一个生长式比较强的枝 来带动它的生长 树干的生长 树枝的生长 你想让它长 你就给它留起一些 能带动它生长的一些枝条 不要再总留弱枝了 弱枝带不起树的生长式 大家记得 欲弱留强 欲强留弱 树的生长呢 必定要斜着往上生长 千万不要让它往下生长 任何树都是往上生长的 这就是树的生长式 在枝除当中 背上枝 过密的 过强的 影响周围生长的 枯枝 病害枝 咱们需要枝除的 去枝除 尽量不要把一些小枝 去树除 前连期视频 大家看过气色不太好 说实话 咱们种过圆的 春天 夏天 秋天 是可着劲的干 有劲就造 等到了冬天呢 咱们就要慢慢痒痒了 咱们拍视频 是不开卖盐的 都是素颜拍摄 所以今天呢 简单的化了一个淡妆 大家看看 气色是不是好多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冬天来了 天冷了 大家都注意保暖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东西支持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感谢观看